大家好 三点半了啊 这个跟大家聊聊啊 聊聊就是前我看看前七八年十来年吧 这个我经常一边开车呀 一边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 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啊 这个比如说交通台呀 他播路况啊 还有好像是交通台 还是另一个叫旅游台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频道啊 反正有这个旅游这个节目是肯定的 这个旅游的节目呢 我就经常听 然后呢 他也请一些人来聊在全国各地 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旅游见闻 大家也知道我这人啊 我这人比较爱搭鼓 完了也爱表现啊 也挺嘚瑟的啊 也挺那个那个高调的 然后我他有那个热线电话 我说我也能聊 我说我这个全国各地呀 包括这个世界各国呀 也跑了不少地方 然后呢 他们就说那行啊 您来聊聊吧 我记得我第一次聊的去新疆的事 我说我在这个布尔金县城啊 然后这个这个坐了一个出租车呀 我说那个司机呀 和北京的一个叫阿凡提乐队 还是叫什么乐队 我说那个人是他表哥呀 他们都是哈萨克人呀 我说我又从那个布尔金县城 又到那个到那个和睦 喀纳斯蒙古族乡 我说我坐了当地人的那个车 当地人那个从县城回村里的车 我说我不跟游客在一块 然后我说我认识了一个高中生 叫伊斯莫拉提 我说我去他家住了 他家不是客栈不是旅馆 然后那个 我说我给他点钱在他家住 我说如何如何的好玩什么的 后来我又聊去东北去内蒙 然后包括去广西桂林 还有去韩国啊 还有去台湾 他他请我后来看我还挺能聊 请我可能得聊了四五回啊 就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是他一般是跟你约好了 说我第二天几点几点给您打电话 是吧 然后连线 他说这是一个直播节目 我说直播挺好挺好 有的时候我要送货 有的时候要送货 就是他们你打来电话 我就一边开着车一边接 或者就停个地方啊 停个地方接 然后聊完了 我再接着走 有一回特别巧 正好那会儿我住旺京嘛 旺京就是06年到12年 就这之间的事啊 大概八到十年 然后有一天我就没去送货 也没什么事就在家 在家接的电话 在家接的电话呢 就是一边接他的电话吧 接完电话之后 我就打开了那个收音机 他不是说直播吗 他说是直播啊 抱歉啊 他说直播 然后但是我一打开 发现了一个现象 因为是我的声音 我跟主持人 他延迟了大概一分钟 延迟了一分钟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直播是假的 那么北京这个 关于旅游的广播电台 这么一个旅游节目 他都延迟 他说是直播 都不是真的直播 大概延迟一分钟 那么其他的电视上的 什么阅兵式啊 什么各种的春晚啊 各种的重大活动的 那个直播 可能都有延迟 这是我猜的 我想可能大家 要是干这个影视的 广播电视的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这个 我听说是这个 原来是真正的直播 原来是 很多年前 大家知道吗 北京有一个玩摇滚的 一女孩 她老家是四川的 后来在北京玩摇滚 叫罗奇 他那个乐队叫指南针呀 还是叫眼镜蛇呀 我忘了啊 是吧 就是 好像叫指南针吧 那个眼镜蛇 是叫魏华的 好像 这个女孩罗奇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后来被他的一个粉丝吧 也不一定是粉丝 就是在一个酒吧 他在一个场合他演出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男的上来 把他一只眼睛扎瞎了 是吧 后来这女孩呢 就离开北京去德国了 后来找了一个德国老公啊 最近这几年又回中国了 这个叫罗奇的啊 当然可能是中德来回飞来飞去的啊 这个女孩呢 就是前些年 他就做直播 做直播呢 那会儿应该是真的直播 没有我刚才说那个 延迟一分钟的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男的打进来电话 说你是罗奇吗 他说我是啊 说你他妈就是一个鸡 说你就是一个婊子 然后就把他大骂了一顿 当然摇滚圈是比较乱啊 这个 你像那个窦维 窦维我们的同学 跟他就住街坊 就俩 俩门挨着两个院 然后听说就是天天换女朋友啊 后来不就跟那个什么王妃结婚了 也没太长 是吧 然后窦维的有个妹妹吧 是他妹妹还是堂妹啊 叫窦影啊 窦影现在就住东四六条吧 那有一个民航局的一个宿舍 就跟我的一个小兄弟跟我一哥们就同一栋楼上住啊 然后有的时候半夜了点外卖 然后这窦影有时候就摁错了 就摁到我们那哥们家去了啊 这个所以他们比较乱是吧 嗯 然后这个罗奇吧 也可以想象他们有时候还抽点大麻 吸点毒是吧 那个为了有灵感 为了演出的时候有激情 是吧 就那会还没有摇头玩比较早 可能二十年前 听说是后来就改成这种 叫什么 就改成这个延迟的了 所以我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广播呀 电视啊 有的时候电视直播啊 这个春晚直播都有延迟 大概一分钟 怕有人出一些差错啊 当年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 苏联这方面就比中国差 中国的控制力就比较的强 这个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啊 零距离 严丝合缝 苏联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 好像是英语还是俄语广播 就有一个播音员 他本来就是苏联的播音员 苏联体制内的人 就相当于咱们的罗晶 张红民 这个白延松 就相当于这么一个职务 或者是海霞 赵忠祥 邢志斌 然后他就在那个广播电台上 就大骂苏联侵略阿富汗 结果苏联还真是挺面瓜的 如果从社会控制上 第一次第二次可能都没发现 说了两三回之后才发现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刚才就是 溜达溜达 突然间想起这件事了 再不说我可能忘了 差不多有十年前的事了 好吧 朋友们 谢谢 谢谢你们给 砍爷 捧场 谢谢